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吴先生等十多名车主在同一家汽车销售店里遇上了同样的烦心事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稍后来关注 超强台风木兰蒂给环岛路沿线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不过却有商家借灾后恢复重建之名 公然违法抢建 有关部门展开专项整治 车祸中伤者心跳呼吸停止 过路急救车紧急施救 抢回伤者宝贵生命 头弹压舌帽背着双肩包 这个在数码城里游荡的背包客 原来是个专偷电脑的窃贼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这买车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最近市民吴先生在购车之后 却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明明已经付了全款 选好了车牌 却提不了车 而除了吴先生之外 还有十多位车主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上午在七星路的厦门截中赛斯店里 聚集了不少前来讨要说法的消费者 店里只有几名工作人员 整个销售大厅是空空如也 没有一辆展车 吴先生说他上个月25号 在这里订购了一辆标志2008并交了定金 国庆节后银行发放了购车贷款 之后吴先生给赛斯店的销售人员打电话 对方告诉吴先生车已经可以选牌了 可让吴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选好车牌后 销售人员却告知吴先生 由于店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暂时无法提车 打电话给销售人员跟他说 我的车可不可以挂牌了 他说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早上我今天要显牌 就是晚上显牌 然后显好以后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回复给我 就是说现在已经手续已经被扣住了 没办法办理下一个流程了 包括身份证给他了 他也没办法还给我 之后吴先生来到赛斯店讨腰说法 发现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 有十几位消费者 其中甚至有一些消费者 已经挂好车牌却无法提车 为何付了钱挂了牌却提不到车 赛斯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对此厦门截中汽车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 他们是去年才接手这家店的 由于经营业绩一直不是太好 加上听说这里属于争地拆迁范围 所以公司正在考虑要搬离这里 这也导致股东之间产生了纠纷 由于一直没能谈妥 大约一周前 其中一名股东把顾客购买的一些新车的钥匙 给私自扣留了 我们老板可能从经营角度来看的话 就准备就是把这个业务可能就压缩一下 或者是再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有这种打算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产生了一些纠纷 他就采取了一些措施 就把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上完牌的 或者交完钱的 已经或者正在办理上牌中的这些客户的车量 车钥匙给扣留起来了 大概有十几台 接种汽车公司的负责人说 现在一共有15辆车的钥匙 以及车辆保险 牌照等相关手续 以及车主的证件都被扣留 目前他们正在与这名股东进行协商 希望事情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虽然车行暂停了车辆销售业务 不过售后服务仍在正常进行 一些已经订车的消费者 可以来车行办理退款 股东之间的事情 我觉得就应该由股东方面来协商解决 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也好 怎么也好去解决 不应该牵扯客户的利益 我们其实也想尽早地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当然就是说陆陆续续 这几天也有客户在报警 希望能得到比如说公安部门的一个介入 能不能帮着协调一下 目前吴先生和不少消费者 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 以及12315进行投诉 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记者公家何鸿林报道 台风莫兰蒂正面袭击厦门 给环岛路沿线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不过有个别商家 竟然借灾后恢复重建之机 违法抢建 这些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环岛路的市容 目前四民区牵头街道 城管公安交通执法等部门 在环岛路沿线以及陆江中华连前片区等重点区域 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工作 在黄厕村口 每天从这里进出的游客络绎不绝 有人瞄准了这里的商机 非法占用绿化带进行简单的铁皮搭建后 用于经营生意 记者注意到 这几处围建连成了一片 有的在卖饮料 有的直接在原来的公路绿地上 搭起了一个个炉灶 做起了烧烤大排档的生意 而且在台风莫兰蒂过后 这些商家借灾或重建的名义 开始违法抢建 有的甚至扩大违建面积 记者了解到 这些地段原本是属于公路部门的绿化用地 但是慢慢被侵占 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占地面积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 不仅破坏绿化景观 影响市容市貌 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租户 长期占用这个黄厕 本来的这条公路绿化带 13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开展过 三四次的这种大型的整治 但是相关当事人在这种 就是整治之后的恢复过程中 确实他们动作也很快 导致我们的整治效果 不是很理想 上午 思明区一共出动 城管 街道 公路局 公安 交通执法等多个部门 共300多人参与联合行动 全面清理这几处违建 而为了防止拆而复建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 四名区还将在环岛路沿线 陆江 中华 连钱片区等重点区域 开展专项市容整治行动 区委区政府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完备的方案 包括这些绿化带 包括周边的一些搭盖 历史性的搭盖 那我们这回都会一并地把它清理掉 相关部门会跟进种植这个树木 恢复到这种绿化带应有的这种美貌 然后让游客和市民 更能感受到厦门的美 记者咸云 王汉阳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厦门火车站的消息 台风墨兰地过后 由于连接进出岛的迅陵铁路大桥的 供电杆受损严重 在本月25号前 厦门站的动车都移到了厦门北站 或者漳州站始发中道 而随着铁路桥抢修工作的完成 从10月26号起 动车就能够顺利进岛了 厦门站也将恢复正常运营 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由于只运行普速列车 现在的厦门站显得冷清很多 客流明显下降 记者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 厦门站仅在每天的10点前 及傍晚6点后 开行9趟普速列车 其余动车都移到了厦门北站 或漳州站始发中道 因此每天客流量只有几千人左右 而随着杏林大桥铁路供电 干修复工作逐步完成 从10月26号 也就是后天开始 厦门火车站将恢复正常运营 除了厦门至福州 动6206 厦门至福顶 动6334 厦门至深圳北 动2335以及深圳北支厦门的 动2302 这四趟车 26号当天 还是在厦门北站到发外 其余厦门站的动车 朴素列车 都将回归 墨兰地前的时刻表来运行 而在26号以后 所有厦门站运行的 114趟列车 都将回到厦门站始发中道 目前厦门站始发的动车票 包括一致外站开行的 朴素列车车票 都已经对外发售了 车票预售期为5天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说 厦门站的恢复准备工作 目前已经就绪 包括之前受损的站台 也已恢复如初 而安排在厦门北站支援的工作人员 也将从26号起 回到厦门站的工作岗位上 不过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 乘车站点调整的最初几天 会有不少旅客走错车站 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旅客 出行的时候 留一下票面发站信息 看看是厦门站发车 或者厦门北站发车 不要走错车站 到时候以免耽误大家出行 记者小慧 黄超报道 接着来看 原本是接诊的一名待产的孕妇 急救车在去医院的途中 却偶遇一起车祸 车祸当中一名人员伤势严重 几乎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急救车上的医生当机立断 在征得孕妇及其家属同意之后 立即下车对伤者进行抢救 最终在另一辆急救车 抵达现场之前 伤者成功恢复心跳 为其后续的治疗 赢得了宝贵时间 22号晚上9点多 是医疗急救中心的 苏达辉医生等人出诊 从前浦接上一名待产的孕妇 去中医院 由于是投胎破水 孕妇很紧张 但从13年的苏达辉知道 孕妇还没有启动公缩 他跟胎儿的情况都比较稳定 经过苏医生的安慰和讲解 孕妇和家属都冷静了很多 急救车行驶到前浦东路 道路却出现了拥堵 而五分钟前 急救车经过此处时 是没有堵车的 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判断 道路前方很有可能发生了事故 于是让司机拉起警报 向事故现场靠近 当时我们就立项刑起赶到旁边 在车上有发现一起车祸 从车上看过去可能现场情况是挺严重的 然后当时就马上给车上的家属跟运户 说你这个病情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现场有一个事故比较严重 我们可能要先想救一下 他家属听了以后也是表示非常理解 在征得孕妇及其家属同意后 苏达辉与另外两名医护人员 拿上急救设备来到事故现场 而急救车继续将孕妇送往中医院 在事故现场的地面上 躺着两个人都流了不少血 其中一个还在动弹 而另一个跨在电动车上一动不动 头部有明显开放性伤口 已经没有了呼吸跟心跳 其中有一个患者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估计发生车祸的时间应该不久 所以我们马上给他进行心内呼吸 还有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数理 差不多有十分钟左右 其中在前面四分钟 经过我们不间断的心内呼吸以后 患者恢复了心跳跟呼吸 接下来我们靠以我们的急救药物给他维持 他就慢慢能出现一些自主活动 另一辆急救车很快赶到 将刚抢救过来的伤者送往中医院救治 而苏医生又与同事开始忙着处理 另一名伤势较轻的伤者 并和后续赶来的急救车一起 将这名伤者送往中医院 记者从医院方面了解到 被苏医生和同事们及时救治的伤者 目前病情稳定 还在医院接受观察和治疗 而那名孕妇也已经顺利分娩 当时前来接受伤者的寇彭飞医生说 如果当时没有苏医生的及时出手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当时幸亏有苏医生的第一时间现场急救 做一个心肺复苏数 然后有个建立静脉通路 病人的话呼吸心跳有恢复过来 所以第一时间遇到的时候 第一时间下去抢救的话 是最黄金的一个时间 记者何鸿林 吴国豪通讯员董备孕报道 我们接着来看 近期频繁变化的天气 让不少小朋友出现了感冒 咳嗽 哮喘 发作等呼吸系统疾病 记者从市儿童医院了解到 这段时间医院的门诊量上涨了三成左右 医生估计 接下来患者的数量可能还会继续增多 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昨天炎热的双降节气 让市民们纷纷开启防暑模式 可没想到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到来 温度就一下子下降了将近10度 上午在社通医院二楼的门诊 后诊大厅记者看到 有不少家长和小朋友都在排队等待就诊 医生告诉记者 近一段时期 前来就诊的小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 到每年的10月份到10月份 这个秋冬季节 我们门诊的病人数都会增加 从我们最近的这个月来看 每个礼拜都是10%到20%的病人在增加 据了解在上周六的上午 医院就诊人数就突然增加 医院方面开启了所有的诊室 医生们几乎都是从早看到完 医院方面介绍说 近段时间由于天气干燥 病毒容易存活和传播 再加上天气忽冷忽热 导致前来就诊的感冒咳嗽 甚至是哮喘发作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占到了很大比重 患者人群主要集中在五岁以前的 学龄前儿童 医生提醒 学龄前儿童自身免疫力较弱 是各种传染病的易感人群 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 及时接种流感 流脑等疫苗 是最经济有效安全的预防方式 此外 对于当下容易发作的哮喘患者 也需要提前进行预防 随着天气变冷 这一部分病人是会增加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家长 要在预防这方面都做工作 要预防他感冒 预防尽量避开过敏炎 然后注意休息 营养的精疯 记者 消息洋人节 通讯员陈淑军报道 昨天在吉美区杏林湾海域 一场赛艇界的奥斯卡赛事隆重开赛 作为一项高端运动项目 中国杯赛艇多人艇公开赛 即中国赛艇大师赛 将在接下来的三年都落户厦门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赛艇 参与到赛艇这项运动当中 随着出发的口令响起 赛艇运动员们开始挥舞双臂 高速滑奖 一艘艘赛艇犹如一条条飞鱼 伴随着双奖激起的水花 向着终点进发 昨天2016中国杯赛艇多人艇 公开赛即中国赛艇大师赛 在极美心灵湾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水上运动赛事 本届比赛吸引了全国上千名赛艇运动员参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 来自江南赛艇俱乐部 辽宁大师队 就给我的感觉像一个国外的一个赛道 非常美 比较爽 极美 我不敢说它跟上海之前那些比有多好 但是我感觉现在它不亚于他们这些场地 因为他们这些场地可能是死水 可能是就是说水 就是说可能时间长了吧 然后我感觉这边会更好一些 中国赛艇协会表示 中国杯作为一项十年的老品牌赛事 曾在上海 天津 广东等地举办 此次选择厦门最主要的 就是看中了这里良好的比赛环境 同时作为首次举办的中国赛艇大师赛 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极美开个好头 昨晚的颁奖典礼上 中国赛艇协会与极美区政府正式签约 达成中国杯大师赛两项赛事 三年落户极美的合作协议 这里有一条最美的赛道 这条赛道是非常适合赛艇比赛 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比赛的标准 我们会把平时的赛艇训练 特别是青少年的赛艇文化的 一直培养 选手的一些选拔 校季之间的一些赛艇比赛 也会作为一个重点来抓和来推广 记者王于坤 高志强发到 下一节您还将看到凌晨BRT桥下杂物起火 消防紧急出动灭火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 今天凌晨零点多 在同安西科观寻村附近的BRT高架桥下 一处空地上堆墮的杂物起火 由于火场中有大量木质和塑料的可燃物 大火燃烧迅速 赶到的同安消防部门用了近一个小时 才把明火完全扑灭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 现场火光冲天 熊熊的火蛇夹杂着浓烟向高空翻腾 火场上方的BRT高架桥 也被浓烟包围住 好在凌晨时分 BRT已经停止运营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危险 但是正对着高架桥一侧 还有一处铁皮搭盖 大火随时可能蔓延过去 消防官兵马上在靠近铁皮房的位置 出动两把水枪保护铁皮房 此时深入火场的消防官兵看到 大火主要集中在一块面积 1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燃烧 火场中主要是一些货柜的木垫 以及部分塑料制品等可燃物 在高压水枪的打击下 现场的火势被控制住 记者了解到 这些铁皮大概是一家 生产塑料米的小作坊的生产车间 而铁皮房外的空地上堆放的 也是这家小作坊的一些杂物 起火前这家小作坊 没有工人在生产 附近群众看到明火后才报警的 约一个小时后 现场的明火被完全扑灭 目前消防部门还在对起火原因 展开调查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4点多 在杏林九天湖二路 一家企业的车间里 一名男子因为琐事纠纷 竟然持刀将两名工友捅死 目前行凶男子被警方刑事拘留 昨天记者赶到现场时 警方正在现场进行勘查 凶案就发生在梁泰工业园内 厦门广达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五楼 附近工厂的工人说 五楼是这家企业的数控车间 企业实行两班道 下午4点多 正在车间上班的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持刀将另外两名男性工友给捅死了 接警后 吉美警方立即组织金干警力展开调查 并锁定犯罪嫌疑人曹某春 当天办完6点45分 迫于警方压力 曹某春向警方投案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曹某春今年43岁 来自江西 当天下午因为日常琐事纠纷 迟到将工友朱某和杨某捅伤后逃离现场 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身亡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春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公家报道 背着双肩包 戴着鸭舌帽 一名男子经常在数码城游荡 趁店家不备偷走桌上的电脑 近日嘉连派出所民警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将这名背包客窃贼抓获归案 监控画面显示 9月26号下午1点多 一名背着包的黑衣男子 在这家数码店徘徊 时不时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不一会儿 趁着店家不注意 男子迅速拿走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快步离开现场 从9月底到10月中旬 数码称多个店家报警 称自己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非 且丢失电脑的时间都是在下午 有一家数码店甚至在短时间内两次遭贼 接警后通过对大量的监控视频进行研判 民警判断这些案件都是这名 头戴鸭舌帽的黑衣背包客所为 他会在现场徘徊一段时间 然后寻找作案目标 等确定了他要下手的目标之后 他会在现场假装发短信 打电话在现场徘徊 确定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为 没有人观察到他的时候 趁机下手 速度很快把东西拿走 10月15号下午经过一段时间的伏击手后 民警将正准备再次实施盗窃的嫌疑人抓获 经查这名无姓男子今年27岁来自张州 随后民警赶到男子位于极美的住处 除了笔记本电脑 民警还缴获了大量耳环戒指等玉石制品 原来10月13号上午男子在下河路附近 还顺手偷走了快递员要派发的包裹 快递小弟上去送快件的时候 那个车子停在底下 他就是顺手牵扬 把人家快递包裹给拿走 偷之前应该他是没意识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查获之后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玉石 那个锁势这一类的东西 警方初步查明 吴某从9月底以来共计作案6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郁伯菲 李火炎 特约记者王鹏报道 好的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截至今天下午3点 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的6项污染物指标浓度 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而在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2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为PM10 那么在今天的绿色小常识环节当中呢 我们去关心一下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东南部的一个湖泊 它的名字叫做索尔顿湖 由于人为因素 这里的鱼类死亡数量惊人 白茫茫的沙滩不是沙子 而是无数的鱼骨 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 索尔顿湖边看上去白色的沙子 实际上是数以百万计的鱼的骨头 湖水实际上是黑暗的褐色 蓝色只是沙漠天空的一种反射 索尔顿湖是二十世纪初 人为因素形成的 曾经是繁荣的度假区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是沙漠中的一个奇迹 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游客光顾这里 不幸的是 人工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有很多弊端 这里没有一个入口或者出口 周围的农田土壤肥料和沙虫剂慢慢渗入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它变得完全不适合维持任何一种生物生活 同时由于自然蒸发量大 以及周边城市和农业大量用水等因素 这座巨大的湖泊已经严重萎缩 生态环境恶化 如今湖泊的水量减少 致使湖水盐度增加 湖水超过了太平洋盐度的30% 致使鱼类大量死亡 才有了如今白骨成沙的海滩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我市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凉 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老旧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的情况在我市并不少见 那么老旧小区成立业委会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难度 又有哪些第三方机构能够切实监督物业的相关权利呢 欢迎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明天见